大家好 今期影片又回歸到舊版本格式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因為這一組車廂很簡單直接 沒理由看著車廂要轉轉轉 有特效的或蛇添足 所以立即爆箱 立即來了 畫面見到就是今次所有的內容 兩份連接配件 還有兩個車廂 還有一個士兵和四對輪子 今天我終於有機會把車廂連結 在玩法上是會有好幾種 官方都算佛心 知道不然每位玩家都會重複入手 同一型號的產品 用增加內容的方式 令玩家有合理入手的理由 並肯受真正的樂趣 雙贏局面 另一個連接法 拉低連接板的卡扣 這樣就可以做到轉向的動作出來了 就好像一條蛇 或者一條蟲的行走形式動態 而只有車廂連結的玩法 也是上一次我提過我最討厭的方法 用圓柱體連接鉗 將它們連起來 如果你不會拆開的話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拆開 你就一定要用鉗 將圓柱體拔下來才行 一兩次可能沒問題 但是第三第四第五次之後 就一定會刮連接鉗 另一個合體方式 就是拿走側板 同樣都是用圓柱件 拆起來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 很低B 我希望將來的產品可以廢除了這個設計 又或者有些替補方案可以新舊共用 之後是堆疊式的玩法 這個安裝方式就夠爽快了 你有幾多個都可以無限式地疊上去 而如果配合側邊拼合的模式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車廂大場 如果你追求一個場景 而資金又充足的話 我是十分推薦你去入手的 車廂本來就是細緻豐富 造型亦都好看 加上本身就包含著不少的用途和玩法 性價比實在是很高 你可以慎重考慮一下 之後就是小型基地模式 我們需要用到連接件 這個連接件設計我覺得很好 當然不用用就更加好 走至車廂前後連接時 有一個拉下來的連接件一樣 這樣就完美了 我實在不喜歡組合的時候 又要拔又要插 搞搞路實在太麻煩了 即使製作上會輕鬆不少 但就輕醫生了玩家的體驗 不止Takana 其他廠商 都有類似這些傻子的事情發生 如果你有四個的話 就可以組成一個小型的四方基地 憑著它的漂亮外觀和功能性 亦都發揮得一個很好的設計 最後就展示一下 組成一個大貨車 是甚麼樣子 就是這樣 其實都真的挺過癮的 它的組合又簡單 輕鬆直接 但出來的效果就很棒 很有型很好看 試想一下 你有八個又或者十二個 甚至乎有更加多這些車廂 將它全部砌上來 並在前方加上駕駛倉 一架超誇張防守力極強的運輸車 就是這樣單身 加上還可以在不同的測桶上 加上不同的配件 嘩 可以演出實在太多的東西了 不再是單純的小型運輸箱 今天開箱來到這裏完結 多謝你收看和支持 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後來 你 有